我们这是在中国最北的房车营地 北极村房车营地 在这里每一样东西都惯以最北 这是最北的房车营地 我们拍一段最北的视频 我们的车停在这里 这个营地还蛮大 条件还可以蛮好 它在景区里面 需要用过景区的票产进来的 然后服务还可以 有水有电 所以那是免费的 电是2块钱一朵电 这里可以多带回时间了 然后每天的费用24小时是20块钱 而且它还半天计费的 所以这个地方还比较人心化 这个环境非常好 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边角的地方 这个比较安静 看出去很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一片是大豆 大豆地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大豆地 东北大豆 这次真的见到了 这里有几个景点 这个景点呢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是 主要是为了打卡 就是最北最北 过两天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呢 最北医院 郭先生嗓子发炎 感冒了 嗓子不大好 有点痛 所以想配一点抗生素 然后吃了一些中药 冲剂什么 可能是不一定有用 因为炎症比较厉害 可能需要抗生素 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正好 这里有一个最北的医院 我们去打卡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最北的医院 配一个最北的抗生素 门票是65是吧 门票是65一个人 包括 现在这个季节 是包括里面的 观光车的 观光车的 观光车其实是30块 所以呢 如果是正常的 忘记的时候 是65加30 但是我们有助力自行车 我们骑车的话 景点都能够去到 对 它不是太远 对 然后另外有个很好的特色 这个地方的服务很好 就是说它 每天会有两次来 兜售菜 它的菜场和超市都会有人过来 你可以打电话去预约一下 也可以在他们过来的时候 看有什么可以买 他们好像每天下午 昨天下午看有个观光车过来 叫去买菜吗 去买菜吗 就跟他车去买菜了 对 这个很方便 好 我们先去打卡吧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整个营地的当中了 这是一个中心地带 是一个活动广场 我们的房车停在这个角上 风景最好的地方 它分大车小车 然后呢 服务中心在这里 那边还有一个帐篷区 也很多拖挂停在那边 还有一些断裂的设施 现在看了就已经有 大概三十十辆房车停在这边了 旺季的时候是 根本没有车位 根本进不来 好我们从服务中心这边出去到村里去 这里就是房车营地的路口 它是按时间计费的 沿这条路是去他们村里的 村上呢 主要是一些餐饮 农舍 农家乐啊 和旅馆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那个居住村庄了 这里已经看接近他们的村庄了 你好 吉昼街 北极大街 这等于是商业区 那个旁边右边是居住区 因为这北极熊好玩吗 炒作的 农家乐这么漂亮啊 医院到了 最北医院到了 果然呢 最北医院 北极镇中心卫生院 最北医院 你好 现在可以有门诊吗 关号 不用关号直接找大夫 哦 大夫在一楼是二楼 往里走 往里走 直接找大夫 大夫 大夫你看什么科吗 全科 你好大夫 呃 我这两天有点喉咙痛 痛得蛮厉害的 然后 呃 前天昨天有一点滴烧 现在好像没有了 但是喉咙非常痛 大夫好啊 我这是需要吃抗生素了是吧 你得先做一个检查再说 是需要先验血是吧 那个先做抗原 然后再验血 哦 你们一家的是吗 对 你上隔壁等着 你去那个上药房去交钱取抗原 然后做完抗原结果出来再上楼采血 你上隔壁发热变化等 哦 嗯 我在这边等一下 好我们需要做一个抗原 因为现在还是新冠期间嘛 然后是到二楼 有护士来做 卫生间 书记 应该不会在这个方向吧 应该不会在这个方向吧 疫苗接种 有 如果上楼我找谁啊 那里啊 化验室 看见化验室有人吧 我会在化验室的人吧 有人吗 有人吗呀 隔壁是一个做抗原的地方 上面有写的什么做的 但是没 他让你上楼找护士呀 那两个说法不一样 很正常 这个抗原是自己做还是护士是吧 那个都是护士吗 这个一定要 那刚好去二楼嘛 你先做抗原 然后上二楼去做化验室 我做 我做 以前做过饼子的吗 做过 做过 做过无数次 有点难受哈 不用使劲 对嘴上都不用使劲 没有两天都过 羊在最北 你好 我做个化验 这是化验室 是这个吧 是这个 变血是吧 你好医生 我已经跟他说了两种选择 你们选择哪种 当然选择第一种对症 我就给你开点药 然后你就跟我过来 您说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是什么 刚才我因为我不在 第一种选择就是对症 因为你以前应该也养过的 就是对症 对症是什么呢 流鼻涕吃点感冒药 嗓和疼吃点那个 就是对症的止痛药 然后咳嗽吃止咳药 发热吃退热药 这就叫对症 然后然后靠你自己的身体 这个都不是抗生素是吧 不是 你现在不能吃抗生素了 刚才我已经跟他说了 你俩都是一家 那个不能吃抗生素了 你现在中心力细胞已经低了 所以说你 现在可以吃点抗病毒的 你要是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你可以去买阿兹图定这种药 如果你要是没有肝肾的那个疾病 你可以买那个 他对这个新冠的效果都非常好 是新冠的专门药 对 然后他那个吃上以后呢 可以减轻症状缩短病程 所以就这两种选择 看你选择哪种 如果选择第一种 我就在这给你开药 如果选择第二种 那第二种就那头有个药店 你上那头药店去买药 应该会有的是吧 我们医院这个要卖煤了 我问一下啊 175块钱一盒 这是多少 吃多少一个疗程 吃五天的量 不是七天的量 七天的量 大概多久一个疗程 没有什么疗程 有的人可能吃了 两三天就好了 有的人可能需要吃七天 这个没有什么疗程 这个不是像抗生素 一定要吃完一个疗程 不是 你只要那个好了没有症状 你就决定要这个了 好的 这个是一天吃一次 一次吃五片 您这边有那个诊断书什么油 没有 没有诊断书的 对 这个就拿了药就行了 拿药就行了 好 好 谢谢啊 你好有人吗 在这里收费是吧 你问一下戴火 给你开房子戴火 他 一天吃一次一次一次吃五片 一次吃五片 嗯 要不你再去问问他 我看说明书吧 因为这医生没有诊断书的 这也真的奇的怪了 你好医生 我再问一下 我这个是一次吃五粒是吧 对对对 一天就吃一次 吃一次 最好喝口吃 或者是发货来好吃吃都可以 他上面写的是三粒嘛 三毫克 对这个 一次是三毫克 然后一天一次 所以我有点 那你要是三毫克 看了三毫克 你就吃三毫克 以前我们是一次是五毫克的 哦 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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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吃 每次是三毫克 这是一毫克一粒的 那就是吃三粒 医生告诉我是 每天一次吃五粒 然后医生告诉我随便吃 随意的 随意的 那我就随意吃了 原则上他告诉我是按照说明处词 那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医生啊 这是卫生 哦 这是卫生